大家好,我是孟卫,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男子沉迷用硫酸给人泡澡制作骷髅人陪伴自己的故事 这是个看上去十分祥和宁静的社区,胖叔就住在这个社区里,他面容憨厚,待人亲切 谁也不知道的是,他是个被孤独逼成了神经质的老男人 他没有爱人没有孩子,却又陪伴着自己的骷髅人 家里正好缺个父亲,于是他把一个老人拐回来后,用强硫酸将他的皮肉腐蚀殆尽 浸泡够时间后,再用刷子将残渣刷掉,放进水里烹煮干净,用铁丝将骨块串联起来 最后给骨架穿上衣物,一个完美的父亲就这样诞生了 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骷髅女儿和骷髅妻子 这天他家附近搬来了新邻居,是一对小夫妻 为了庆祝,大卫和小丽出去喝了一杯,怎料酒劲未过 他们把胖叔门前用砖砌起来的油箱撞到了 奇怪的是,这么大的动静,主人家好像一点反应都没有 于是他们打算先留下字条,明天再登门道歉 其实胖叔一直在暗中观察他们,如果他们稍稍留意 就能发现在满地散落的红砖里,裸露着一只骷髅头 第二天一早,夫妻俩看到昨晚上被他们撞倒的油箱 居然又重新气了起来,完整得好像他们昨天的撞车 不过是一场梦,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得向主人家道歉 胖叔热情地款待了他们,正聊天的时候胖叔的臆想症又翻了 在她的视角里,小丽似乎对她有意思,虽然家里已经有了个骷髅妻子 但她不介意再换一个,只是妻子似乎察觉出了什么 对她冷嘲热讽的,胖叔很不高兴,对她越来越不满意 也越发惦记起了小丽 家里已经有了四口人,但胖叔认为还需要给女儿一个奶奶 于是她盯上了一名老太太 她借着帮她拿东西的名义接近她,然后趁机对她下手 成功将老太太带回家的胖叔又开始了自己制作骷髅人的流程 这天,夫妻俩请胖叔过去吃晚餐 餐桌上他们聊得正欢 在聊到孩子的问题时,气氛似乎有些沉重 因为夫妻俩的女儿因病去世 这给他们留下了深深的伤痛和莫大的遗憾 所以才会选择搬来这里,打算再要个孩子重新生活 但大卫似乎还没做好接受下一个孩子的心理准备 为此没少和小丽闹矛盾 默默偷窥着他们的胖叔发现了这点 于是越发觉得大卫根本配不上小丽 只有自己才能给小丽幸福 胖叔做事一向很谨慎 认为夫妻俩离自己家太近了 真要对他们下手的话太冒险 只是他还没来得及做些什么 大卫忽然失踪了 夫妻俩因为孩子的问题一直小有争吵 小丽觉得或许这就是大卫选择离开的原因 看着小丽在自己面前痛哭流体 他既心疼又兴奋 认为这就是命运的安排 于是他也把酝酿已久的事提上日程 为了给小丽腾出位置 他把骷髅妻子狠狠砸碎 处理完一线后 他以舒缓心情为友把小丽请到家中吃烛光晚餐 为了这顿晚餐 胖叔精心准备了很久 他这么正式的派头让小丽吃了一惊 晚饭过后 胖叔带着小丽参观 还给他展示了自己最喜欢的房间 在看到房间里立志的骷髅人时 小丽当即被吓得说不出话来 此时胖叔用麻绳狠狠地勒住了小丽的脖子 一边勒还一边问他喜不喜欢新家人 小丽一肘子捅向胖叔的肚子趁机跑下楼去 只是胖叔很快就追了上来 就在他被勒得快喘不上来气时 大卫忽然出现在胖叔身后 用乙迷将他迷晕了过去 原来这一切都是夫妻俩的计划 他们从搬来这里的第一天开始 从撞倒邮箱 登门拜访 以身涉险 身入狐血 到最后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都是他们一步步算好的 为的就是报复杀害了他们女儿的胖叔 当初女儿失踪后 夫妻俩就一路插到了胖叔头上 在看到胖叔家里的小女孩骷髅时 小丽就已经认出了小骷髅人身上的裙子 他们没有选择报警 而是将胖叔拖入了他们家的地下室 他们决定要让胖叔承受 比女儿还要重百倍千倍的痛苦 对胖叔用私刑的时候 还会用仪器维持他的生命体征 比起直接死去 让他生不如死 才是他应得的报应 本片来自单元剧 恐怖大师之心家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木卫说电影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咱们下期再见